今天是端午节 不少人到粽子摊排队购买粽子 有熟食中心的档口 准备了比平时多五倍的粽子 也有人选择到培训中心学习包粽子 参与人数比去年多了两成 记者蔡可汗报道 端午节午餐时分 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的这个摊位 迎来近20人排队买粽子 餐主说端午节的销量比平时多了50% 因为从小到大 现在新加坡每次有那个端午节 就叫18早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吧 如果你一年不吃觉得很乖 但是我们平常比较赚的多一点点 因为它起很高 我们靠熟客的不可以太高 米 叶子 猪肉 猪肉更厉害 小小的卖完了 人家买去拜承的 有的买10粒的 有的买50粒间 差了一点点 差了二十八千 现在价格不欠以往这样 以往三四块钱就可以吃一粒粽子 所以我不敢起家 这家位于滨海广场的培训学院 在今年的端午节开办了潮州粽和娘惹素粽子工作坊 学院说学院的参与度比去年更有越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就是说客人的购买率稍微降低了一点 所以它有可能倾向到我们可能再加DIY 用自己想要的食材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尽量在可能食材的调备上 还有我们的原料的来源上 我们去尽量争取一个成本的一个控制 学院也表示 有部分学员是为了开档卖创意粽子 才来到这里上课